台北大臣 記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到我不講長時間 我是余榮耀 身邊有鄭重輝 余先生 你好 大家好 我們講的一集關於截聽 截聽不一定經通信器材 不過今集可以特別講通信方面的截嘴 由於我們現在研究中 有一幫方面的法律的立法 其中會對於將來 如果是因為牽涉到刑事案件的 需要怎麼截聽 這個我們應該要給多一點的意見出來 是為求日後做得比較公平公正 以及不要隨便侵犯私隱 當然我們現在都看到 這個法案的諮詢文本 都說了 這個太簡單 如果他們要截聽 是必須經過法院 經過司法的範疇 甚至乎一個法官 是首肯的 批准了 寫了一個批文 批准去做的 所以司法範疇 我澄清少說不一定法院 是可以在司法範疇的其中法官 根據這個法律 他不需要開庭 去到法官的級 好像現在入屋搜查令 批准了就可以做 大家都知道 法官的職能 就是依法去判斷一件事的事與非 這樣就可以一個 如果你判案 澳門用合議庭 起碼是三個 我們現在看了文本 或者我們接觸到的截聽 內容當然有些是正面的 譬如有個人沒有人力所飆心 打耳洞 打債仔 諸如此類 我上次講過 總之 關乎人命 就是有些是犯罪的 這些是刑事犯罪的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他現在根據這個諮詢 截聽都一定是關乎刑事的 不會說民事 包括你放一些東西出來 垃圾 去到店舖門口 這些是民事 因為他不會這樣截聽你 我相信現在有一種的罪行 大家都很少去關心的 就是政治的法 因為澳門有23條 國安法的 立了法 但是這個截聽 可能內容和國安法 國安法裏面對得上好的說話 我們可能就中了這個 其實刑事上面 我相信 誤會 是有很具體的證據 可以為你洗脫你的罪名 我相信 對於罪名是這樣的 未確定到一件事 有懷疑 去到某個程度 就可能會被刑事 刑事 因為剛剛我們講的 是刑事 除了剛才講 比較具體的 廣架 或者預備去做恐襲 預備去打劫 那些都是刑事 但是呢 講到一些政治的議題 甚至乎講到一些政治裏面的 甚至乎一個故事 一個行動 你認為 這個可能 會不會觸犯到23條 這個罪 就比較刑事的罪 是比較抽象的 政治就未必觸犯到 和23條有關的國安 因為有澳門政治的 可能會牽涉到 國內的政治 內地的政治 譬如很多人在談論 一些敏感的政治議題 我最記得 我有一輯都講過 在國內的微信 有一大堆十幾樣 你不要講 叫你不要講 因為你太敏感 他會穩陣過龍 但是呢 你會相信 這個是 國家 已經是 認為這個是有問題 所以才 我舉個例子 給他去定這個規矩 十幾條 我舉個例子 為安全 有時候有些事情好 但過分怕青是不行的 你打了一個黑痴 可能因為你敏感 聞到胡椒粉 總之大家知道 有人知道 你又不可以上班 不可以上學 那你就過分 我相信 大家擔心的 真是刑事的擔心 是小的 政治方面的擔心 政治方面的擔心 政治也是刑事 政治不是民事 政治類型的刑事 還有犯罪 這些刑事犯罪的刑事 我想兩者是有不同的結果 為什麼呢 一個很具體 一個是很抽象 那個解釋權 還未必是大家接受的 那我就分開來講 如果真的想截聽 第一部分 我相信這個由警方 去決定第一部分 然後他去申請 司法範疇的批准 不要亂濫用這個申請 第一部分 去到什麼範圍 然後先由這個 特別是司法警察局 因為他是管和刑事有關的 有關哪個層級 起碼副局長 然後批了你 批了你 然後拿上去 找法官 有一個好好的程序 讓我們知道 不要濫用 這個很重要 我想現在大家 就是一個信心問題 你叫哪一級的官員 包括法官也好 大家就是擔心 這個定罪 這個標準在哪裏 他還未定罪 我知道 我們先講話 截聽 老實說 現在截聽 最後的結果 是有罪 或者是沒有罪 最怕就是這樣 濫用了截聽 大家不想 現在截聽是其中 在中間這個環節 最關鍵是 就是說你用截聽 能夠成為一個具體的證據 因為你有23條 所以變成這些 如果它列入為 這個確實的證據 你說話都當是這樣的 你散發一些消息 都是這樣的 這樣才是大家擔心的事情 我當你從事是飲食的 你做咖啡的 如果有些借著某件事 懷疑你和某件事有關 你一直聽到你在家裡 跟自己親人說 煲咖啡 要這樣放些什麼 那個人聽到 已經放在腦袋裡 他有很多好處 總之凡是可以 運用這樣的特殊權利 有很多好處 我第一次聽到 涉聽 那個名詞不是涉聽風雲 是一套 應該是東歐的電影 他就是講東歐的時代 是怎樣涉聽 涉聽當中 他們兩個所說的話 就作為一個證據 就可以抓人 你應該最早期 是看粵語長片 涉聽 特別是講日本仔戰爭的時候 勾線 聽到別人說 衰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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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 都說不是這麼早講罪 首先是涉嫌 他聽你 聽是一個手段 戒定有罪是要審的 我想 因為現在最關鍵 聽這個是一個取證 這個取證已經影響了你定罪與否 又或者未必是取證 聽是及時去阻折一些未發生的事 我就認為 這個取證是很重要的 他任何事情都是用這個取證 作為他的理據 如果他沒有這個證的話 何來理據 因為大家都是在折挺得到的消息 第一 難道你真是賴子搶一班人去 第一是先聽你的資料 聽你的資料 未必證明到一件事 但可以及時阻止刑事的行動 還有一個問題 大家又是聽之沽網言之下 很多人已經擔心了 有一班很敏感在社會上 經常發表他的政見 或者他的看法的人 會不會成為將來一些敏感的人 老實說人海茫茫 為什麼他要折挺誰 用什麼作為標準 我都說了 我刑事那裡不會無風三尺浪 我一定是有件事 他們才會折挺 有人計劃 或者已經在做一個老人勒索 或者是做其他的勾當 但這些反而我都說了很具體的 但剛剛所說的政見或者政治方面 這個人不是去打劫 你要去截定他 可能他某些時間 某些場合 發表了一些敏感的議題 這個人這樣說法 可能會觸發某一些他們 所以整個牽涉到很廣泛 很廣泛的 我想提出就是 撤取這個通訊 不只是聽他說什麼話 看他在手機裡面 有些什麼圖片 文字 那些全部都會折捨 因為這個 如果現在這個法律裡面 我相信這個可以成為一個證據 但有部分你又要留意 好 如果你撤取 你撤取得來 揮哥的手機 撤取 揮哥可能跟美國一個人通訊 你是不是都會侵犯到另外一個私隱 有些事情要搞清楚 如果兩個都是本地人 可以用本地法律 我再講講一個問題 就是 香港最近在爭執 香港獨立也好 自決也好 或者顛覆也好 是一派的人來講 他們說 我們說一下 不應該以言入罪 但另外一班人說 不是啊 你說一下 我覺得 有段時間爭 所以大家 最後就找了 你是奉行哪一領 這類的主意 如果大家奉行歐洲那套做法 英國是一個例子 這樣當然是用回當地法律 這個概念很重要 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如果英國說 你用你的概念 但他審用本地法律 問題就在這裏 你咬他不贏 當然 他是當權者 他是法律的掌援人 如果我們說 不是啊 我們說要 但我現在想說 某些東西 文盤會沒有 就是你去截取一些東西 而或者某一個人物 或者某個單位 他可能有些東西豁免的 你怎樣去搞他呢 例如 舉例 喂 去到外交公署 你夠膽去截聽他嗎 是不是 就是我講一個笑話 如果真的又有問題 你怎樣 又誰截聽呢 好了 你說這些東西交給阿爺去截聽 因為你懷疑 某個單位是有些東西 因為事實上 任何單位 在過去這幾年 在內地 包括軍方 黨 政 都有貪污的 你說照截聽 是不是要報給阿爺 阿爺在澳門截聽 又如何呢 會不會抵觸澳門的東西 很複雜的 這個文本呢 就是現在正在徵詢意見 其實我現在 其實很多人呢 他們根本都沒有這個認識 說難給意見 我講的內容呢 就不是說 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會怎樣 不是 我所講的 今次的目的呢 就是大家 是要注意多些 這個截聽裏面呢 可能會導致後果 那個後果會是這樣 所以這方面呢 因為有這個後果 我們都是要呢 在這個文本給意見的時候呢 都要提出來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 所以我希望呢 最緊要不要濫容 能夠不折取的 就不折取 是不是 情願 你又可不可以這樣 有些事情 除非你阻折 包括就來去搞單爆炸 就來去打劫這個事前 否則的話呢 是不是分開不同的層次 有些事情是錄取了 如果真的有什麼事 先取證拿回來 否則呢 你就誤會了 不知道多少人聽了 第二呢 就是我講這個 不知道多少人聽了 你是不是將它 一個範圍收窄 是只能夠 在鑑定這方面呢 不超過多少個人 否則整班警隊都知道的 大家在這裏說了 我講話給你聽 不要說出去 原來 某某個咖啡 拿一些嬰叔粉下去 全澳門都知道 所以要小心 好 多謝輝哥